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丽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 先去露台花园看一下 今天早上有点到 大家看到没有 挂彩了 今天被东西给砸了 快要破相了 去看看花 调整一下心情 先去苏果区看一下西瓜 有没有授粉成功 看到没 这个西瓜已经这么大了 这个西瓜长起来还是很快的 它授粉前 它的小瓜是朝上的 授粉完之后大家看扯下来了 说明这个西瓜已经授粉成功了 再去这边看一下 啊 我发现这一个头上 这一根头上 这个地方又长了一个小西瓜哦 看到吗 只不过现在它的这个花还没有开出来 来看一下这一边 啊 这个瓜 看到没 这个瓜也垂下来了 我发现这里有一个西瓜 它没有截成功 看到没 都黄掉了 这一个失败咯 好在现在截的西瓜还比较多 好 这里有一个 看到没 这里又有一个成功了的挂在那里 好 开样子 要不了多久有西瓜吃咯 再来看一下这个西瓜旁边的草莓 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都长出很多 进来咯 这一盆的话已经比较大了 但是还不能这么快捡 因为大家看它这个前面已经走出来了 这底下的这个气声根也长出来了 所以等一会儿还要给它接一下 看这个 这一个都还没有给它埋到这个土里面 前面的又继续往前去拓长了 所以这个草莓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哇 等一下要操作一波 好多 又要多出好多盆草莓了 所以这个草莓真的不用买太多 有一盆就能繁殖出很多 再去看一下这个去年秋天拨的这个羊极梗 这个苗还比较小 但是已经开出花来咯 这个花色的羊极梗漂亮吧 大家看它的这个花瓣 还是这种波浪型的 而且看上去比较的虫瓣 就是这个没有给它及时上盆 有点缺营养 这个枝条都支撑不住它 而且花蕾也比较少 就只有两个 看到吗 这个盆 枝梗还是很长的 这个盆才这么一点点大 就开花了 也难喂它了 所以要及时给它上盆 还好这个羊极梗是多年生的 等到明年就能看到很多这样花色的羊极梗了 这个花色真的很漂亮很喜欢哦 再去看一下这个藤本浪漫宝贝 上次它运了很多花蕾 看一下它现在怎么样了 是一个藤本浪漫宝贝 它的这个花朵感觉像是绽放了一点 但是感觉有点 开不出来的感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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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了 就只能这样了 看到吗 开不出来了 慢慢的就会干掉 不知道是这个天气太热了 还是营养不止 营养不良 你现在只能是把它剪掉了 省得它浪费营养 再看一下它旁边的这一盆碗帘 大家看到没 这一朵又开出来了哦 这个碗帘开出来的花还是很鲜的 然后我发现这个地方又长了一个花蕾出来 看到了吗 一个小小的这个火柴头 所以这个碗帘也能持续不断的开花 养一盆这个花还是不错的哦